早在去年 一汽红旗的旗舰SUV LS7就已经官宣 作为一汽红旗的顶尖SUV 设计师从外观到内饰都做了精致化的打造 所以新车无论是在哪个角度上看 都有绝对的实力可以比肩库里南 如今这款车已经陆续进店 小编也有幸第一时间感受到了这款车 不得不承认 在目前国内的顶级SUV市场里 这款LS7堪称天花板 就算是库里南在它面前也都显得不值得一提 为这款车骄傲 毕竟是以国车的身份出现 所以新车在车头两侧设计了双围杆的设计 插上红旗的效果 不仅霸气十足 而且还显得更有庄重感 新车的整个进气格杉已经进行了深化 尺寸之大几乎变及了整个前脸 细节方面依旧是我们所熟悉的瀑布式的格杉 但也不同于红旗的其他产品 这组格杉还加入了更多时尚化的元素 两侧配以宽大的装饰条作为修饰 气场爆棚 新车的大灯也采用了分体式的布局 并且加入了一条U型的灯带 点亮后也带来了超强的竞争力 整个侧面也都变得更有鲜明化 比如我们注意到 前一变化让省设计有奇标的造型 欲一变化让省得胜 全系标配抛光镀隔轮毂 特别是在中央位置上还加入的金葵花的标志 更具辨识度 为了展现出这款车的特殊性 轮胎采用了阿特拉斯专为红旗LS7定制的轮胎 轮胎的尺寸为22英寸 到了车尾 整个尾灯变得更加复杂 上下采用了双层的极竖式的LED灯带 其中两侧还加入了下沉式的布局 大面积银色镀铬装饰的后包围 也起到了点睛之笔 很明显外观也只是到开胃菜而已 而内饰才是它的亮点 首先前排 映入眼帘的就是双液晶仪表盘 完美地嵌入到了中控台的内部 所匹配的红木式版 带来一种古香古韵的感觉 就连多媒体屏下方的按键 也都全部由水晶打造 下方的两根金色的支柱 更是满满的奢华感 颜色上以黑色加上棕色的布局为主 更能体现出新车的高级感 后排 整个座椅全部选用了真皮材质 全座椅支持加热 通风 按摩 变化让省等功能 乘坐起来也十分舒适宽 而且为了能带来更高的娱乐性 在后排还加入了两种独立的液晶仪表 配合中间的多功能按键区 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动力系统 这款车搭载的是完全自主研发的 4.0 TV8发动机 其中新车的最大功率265千瓦 最大扭矩500牛米 匹配的是爱信8ET首次一体变速箱 四驱系统方面采用的是适时四驱 前悬架为双横壁式独立悬挂 后悬架为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挂 车体结构为非承载式 整个的硬派属性也得到了延伸 目前首批车型已经陆续静电 新车起步价136.58万 Premier4 四驱